大家好,歡迎收看Belibara Talk 我跟大家說說Tesla 2021年第四季的業績 昨天出移收 不是太會專注於全年業績 只會觸碰基礎 主要是因為它是一間增長中的公司 無論是項目或底線 相對來說,第四季會有多一點參考價值和前瞻性 做得非常帥 在生產方面 由18萬架次 去到30萬06千架 升了71% 在第四季對比起2020年 都反映了這個 Auto Revenue 升了71% 到16.6 billion 全年的數字都頗有趣 生產由51萬架車 升到93萬架 當中有趣的因素 就是Model X和Model S Model X是飛起的門 只會生產2萬多架 最主力的 為何生產可以爆競呢 就是Model 3和Model Y 小型便宜少少的車 生產了90萬架 還有打開了中國市場 很多中國的粉 除了買蘋果之外 買Tesla 令到Tesla爆升 估計 它仍然 在下一年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程度 製造增長 但如果你留意到 全年的增長 全年的增長 是多於第四季的增長 變相 反映到增長 應該是放緩 慢慢回落 這個當然也都要 Depends on 不同的國家 政府的政策 是甚麼 很多時候 買電動車是因為 夠trendy 但第二個原因 就是因為 政府是補貼 所以才會有 incentive 在當中 如果政府 有不同的改變決策 也會有 衝擊和影響 在當中 Anyway 它 overall 那個revenue 就是 去到17.7 billion 上升65% 其他的revenue 就沒有 Auto那邊 升得那麼厲害 好像 賣坦排放 那些 quota 那些 之前就是 cash crowd 不斷來 印銀子 賺多很多錢 現在都有一定程度的方活 第四季 增長23% 都很強 對比起 Auto那邊 就弱雞少少 Growse Margin 在Auto方面 亦都是 比起上年同期 24.1% 升到上 30.6% 而 Adjusted EBITDA 亦都是 由17.2% 升到上 23.1% 至於 Operating Income Margin 同樣 亦都有增長 上年 就是 發線可塵 5.4% 現在 就去到14.7% 14.7% 可以對比起 這個 長期佔領了 這個 汽車市場的 一個Toyota 不單止是 那個production 勁 打緊所有 美國車 同一時間 亦都是 那麼多間車廣 都算是 最賺錢能力高的 一間公司 說 Operating Margin 是 11.2% 左右 這個 就算 Be Covid 也是 Tesla 可以 給他們 賺多些 但是 這個 我相信 在 過去 第三 和第四 都是 維持這個 水平 就算 去到 下年 應該不會 有一個更大的 調升 在當中 又或者 調升 也不會 幾何級數 上升 最多 15 16 已經很厲害了 你始終 是 燈有火納 各方面 又或者 鋼 各方面 各方面 成本 都要在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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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8 升到 2.5 4 同一時間 就算 你看 無論 是 Non-gap 的 Net Income 或者 Free Cashflow 也是 OK 強勁 Net Income 2.9 Billion 上升 219 Fee Cashflow 也是 2.8 Billion 比上年同期升 49 這是穩健的數字 因爲 你如果看 Net Income 可能 Depishate 得很厲害 又或者 有很多 不同 Adjustment 在當中 看 Cashflow 如果有參考性 兩個 互相 Kind of identical 那 數是 OK 穩陣的 估計 如果 能夠維持到 第四季的 這個回收 在2022年 的時候 Earning Pshare 下年 就應該有 10 即是 有50% 的升 For which 也是 公司高層 出來的 股算 都算符合我自己的 預期 但是 問題 就是 即使一出完 業績之後 股價其實是逆市下跌的 今天 全世界都大升的時候 Tesla 跌了4-5% 跌破900 去到890多 但是 即使跌了890多 都在說 是 在預測市盈率 我不是計今年 計下年 10元 市盈率 都是90倍 到了 2023年 它會不會 又可以 有升50% 在 top line Growth 放緩 同一時間 bottom line 的margin 應該不會有太大 升幅的情況下 我猜 它是 頂籠 升20-30% 現階段 股價 仍然 仍然 太高 這也解釋到 為什麼 它有千多元的時候 就會 跌下來 即使有一個好的 quarter 但是 在那個 價錢方面 就已經完全反映 或者是 over and beyond 這個當然 純粹是 我價值投資 那個 的 狹藝 的 去看法 但是 這個世界 市場裡面 如果你有追捧的時候 Tesla 是其中一隻 咪咪股 就好似 Gamestop 各方面 而它的實力 亦都比 Gamestop AMC 強勁很多 所以 它有沒有 potential 又重上 1000以上 1100 1200 甚至 再高一點 好像KD Wood 這樣說 3000 永遠 都估不到 但是 3000元的時候 就是說 整個汽車市場 安靜 這樣 才會值這個價錢 當然 假如去到 Inflation爆高 過多30年之後 當然一定會到3000 這個是另一回事 KD Wood當然不是 30年後 是幾年之後的事 這個可能性相對來說 是會較低 雖然 就不是 沒有可能的 所以 純粹是 吃花生 看看Tesla 會收 還有 講講我小小的 Opinion 我自己 因為沒有持有 離身 所以 我說的話 可能 都未必 是最 對的 當然 有很多人 會說 沒有持有的時候 就客觀點 又是另一個角度 來看 Anyway 純粹是我的 Opinion 給大家參考 價值 股票 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 自己買 自己負責任 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like 我講的 分析的話 歡迎你like subscribe share 比哩巴拉套